您好我是陈海依 欢迎收看台湾一千零一个故事 说不完的故事让海依慢慢说给你听 这个礼拜一就有好多故事要告诉你 首先第一个故事我们来看的是 最近林书豪二度来台 而这家店的芒果冰 则是因为林书豪这次吃过 让这间芒果冰店知名度暴增 而这里呢同时也是全台湾 唯一一家一年四季都在卖 芒果冰的店 因为他们有自家的芒果园 不但外销到日本也供应给自家店来做冰 老板叫做张志敏 他原本是资深的药厂业务 专门呢卖忧郁症的药 不过卖药卖久了 他发现自家亲戚种的芒果里头 其实就含有多种维生素能够抗忧郁 他于是一转念开始改卖起芒果冰 结果呢从路边摊摆起 这个生意好到变成店面了 他家的芒果冰跟别人不同 上头呢没有零酱 只有大量新鲜的芒果 结果顾客一试成主顾 如今他开业两年 就连在国外也有分店 生意最好的时候 一天呢一间店 可以卖上好几百碗的芒果冰 那么这一回搭上林莱峰的旋风 也似乎呢 也成为芒果冰界的台湾之光 老板亲切地接待顾客吃芒果冰也能有桌边服务 尤其显眼的是他还顶了颗金黄发色的刺猬头 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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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切太多芒果 所以头发都没有芒果喝 这是全台湾唯一间一年四季都吃得到芒果的冰店 也只纯卖芒果 生意好时一天一间店能卖几百碗 吃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觉 想要非常贴很幸福的感觉 不同于别家芒果冰店 这里的芒果冰不加林匠 只看得见切得大块大块的芒果 满满摆在冰上 追求让人吃到最自然的原味 趁着这一点 这一家人就专程从屏东慕名而来 叔浩可以跟大家问好一下吗 就连林叔浩回台湾 吃的也是他们家的芒果雪花冰 上头还加了棉花糖 口感甜蜜蜜 雪花冰就是我们台湾的特产 而且是用芒果下去打的 芒果汁70% 30%是牛奶 对 很creamy 就是很有芒果的这个 很creamy 对 强调天然风味外 去这家店的芒果冰 还能搭配不同的芒果酒 像林叔浩爱的芒果雪花冰 就要搭配芒果甜酒 而也是招牌的黑糖芒果冰 吃的时候配上芒果啤酒 它的芒果很新鲜 而且甜分刚刚好 不会太死甜 对 不会 芒果汁 美味 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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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内只卖芒果冰 没卖其他水果 敢这样经营有这种自信 因为老板张志明有自己的芒果园 那这样每一颗的芒果 它的甜度要能够在12到14的糖度 也就是它要自然甜 而且不能有纤维 要入口就化 用自己亲戚家 种植外销日本等级的 顶级艾文芒果来做芒果冰 而且一年四季都卖芒果 秘密武器就在先进的隧道式保鲜技术 有这个冷藏芒果可以跟冷藏生鱼片一样 有个技术对不对 没错 我们直接从日本引进隧道式的 极动保鲜的技术 那这样的技术 它可以瞬间让最好的芒果 它的甜度跟营养价值瞬间储存 虽然言芒果保存的技术跟价值 但原来老板张志明 在卖芒果冰之前 它可是一名在全世界第二大外商药厂 服务长达14年的咨询业务 它卖的是抗忧郁症的药物 那忧郁症的药剂是多少 还是会有一些副作用 虽然现在科学很发达 医药很进步 但是多少难免会有一些副作用 所以后来我想说 原来在这么好吃的艾文芒果的背后 它有丰富的维他命B群 尤其B6非常的丰富 那补充的B6跟C之后 可以让你的活力恢复 另外把你的心情的情绪做提升 所以它是最好的天然抗忧郁的甜点 卖要卖久了 知道还是天然的胸后 张志明心想他爱吃芒果 就转行改卖芒果冰吧 我想刚起步很辛苦啊 你摆路边摊耶 在哪摆啊 要风吹雨淋 在国务经历团对面 酒瓶大 三只羊散六个桌子 然后我跟我太太 尤其我们每天在那个小木屋 外面温度都35 6度 37度 每天削芒果就中暑了 我们可能在药厂以前看的比较多 人生的机会很多都是一次 你这一次错过了 下一班车不见得 会有同样的路可以让你走 所以你必须要去做抉择 那有失有得嘛 老婆恰恰原本卖顶级保养品 每天穿的光鲜亮丽 为了袁先生的创业梦 她也辞去工作 两夫妻从路边摊做起 她的同事看到她眼睛就掉下 眼泪都掉下来 真的眼泪就倒下来 她们觉得 怎么不可思议你们两夫妻来做路边摊 可是我觉得年轻人做什么都没关系 是你知道你未来的路 你自己要怎么去创造 我们别人的眼光参考啊参考 对 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 然后我最大的代价就是我的班 这个是我以前脸上不会有的东西 你什么是美容 对啊 我以前也是容光焕发的 小两口放下身段在路边摊卖冰 刚开始投资两百万 买器材 租摊位 还要整地盖小木屋 幸好不加林匠的芒果冰 天然的滋味让好多顾客一试成主顾 没想到竟然开始遇到房东刁难 你看人就是这样 她说人怕出名出霸飞 你们这样不行哦 要赶快搬走哦 但是限起我 对 再一两个礼拜要搬走 对 所以说我们觉得那时候 那时候被逼急了 真的 我觉得老天爷是有言的 所以故事不许你要开店 对 我们只能往前走 百路变摊四个月被迫搬迁 张志敏跟老婆恰恰只好咬着牙 再筹资金再去奔波找店面 如今近两年 口碑越来越好 他们也让一颗小小芒果 发挥大大功用 这是我们的芒果甜酒 50克芒果酿一年 才有一瓶的liquor甜甜酒 我们手工熬煮七个小的芒果酱 这个在吐司贝果都可以搭搭搭 那另外最后呢 我们还把剩下来的芒果籽 来做成芒果香炸 把整颗芒果使用的淋漓尽致 就连剩下来的芒果皮也不放过 正在研究其附加价值中 所以如果说可以从吃一碗 幸福甜蜜快乐的芒果冰 然后把她的生活又带进来 这样是不是很全方位 是一个芒果的体验专卖店 凭着一股热情 张志明跟老婆恰恰 成功也用芒果做了国民外交 如今店内客人观光客的比例 占了四成 国外也开了第一间分店 夫妻俩拥有雄心壮志 他们要用热情的芒果 跟全世界做外交 分享台湾最甜蜜的滋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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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电视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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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